燒傷孩子不僅要承受無數手術、復健及異樣眼光 連同父母也承受極大壓力 年僅5歲的希希因為意外全身有23.5%燒傷 也因為創傷反應原本開朗的個性變得靜默 在陽光、社工、治療室的復健生活照護下 希希逐漸克服許多困難 不再孤單面對身心傷口 希希那時候受傷蠻嚴重的 我到現在想起來還會想哭 因為那時候全身23.5%燒傷 然後幾乎都是三度的 然後在醫院的時候最近交病房 以前幾天她幾乎都是不哭不鬧 沒有情緒 連護士都擔心說希希怎麼會這樣子 對 她後來才知道說希希因為受傷 所以有那個創傷 對 然後後來第一次歷經了四次手續 清創食品 對 然後希希在那兩個月的時候 非常痛苦 對 第一次手術之後 因為全病人開始受傷的地方都在背部跟屁股 所以躺在病房的時候 那個濕力也不是在屁股 所以我就必須用兩隻手 我的雙手去拖住她的屁股 讓她自己說難過 對 然後後來之後手術完了 幫人長出來癢 癢的時候晚上睡覺根本沒有辦法去控制 你把他幫起來拿不適 對 然後常常整個早上起床 滿手都是血 被子都是血 對 然後後來 好不容易熬過兩個月了 醫生說 欸 媽媽也會出院 我擔心來 怎麼換藥 怎麼復健 然後那時候沉香出去 我們住的地方比較偏僻 然後到醫院不是 因為傷口太多了 對 然後因為健保規範 我們就是那時候必須出院了 然後後來接觸到陽光 因為那時候發生塵道的時候 我就有注意到陽光有這一塊 後來接觸到又吃到 然後陽光就去我們家裡家訪 然後教我們怎麼護健 怎麼治療 還有他後續的傷口照顧 然後還有那個生紋的方面的照料 該怎麼去照顧他 幫助他 然後後來呢 每天幾乎兩個小時 洗澡 就要兩個小時 要把那個傷口刷乾淨 刷到有血為止 對 然後照料又是一回事 傷口 八痕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每天大概有要花 二到三個小時 去處理他的傷口還有八痕 對 然後 很感謝陽光到我們家去加房 教我們說怎麼照料 怎麼復健 縮短這個時間 對這樣子 而小飛一出生 右眼周圍就有胎田木斑 與爸媽外出時時常遭到側目 家人不願小飛受外人指指點點 讓小孩做雷射治療 龐大的治療費 靠著陽光社工積極連結資源 提供醫療補助 才得以舒懷一家經濟 與照顧壓力 他是過去到七八個月大的時候 他開進到外的福建前 大概越來越深 他現在是十個月大的狀況 其實到這裡 他整個幾乎是深黑色的 就像我們穿的T恤 還是深黑色的 然後後來 因為我們一開始有醫生問說 這個是能不能消掉 因為他剛出生的時候 其實他全都太強 甚至說 連他人家有個家寶 人家沒個家寶 是 像蒙古班就可能會消費 對 那醫生是人蒙古班 那直到媽媽覺得不對勁 我越來越深 你的臉 身上是消不掉 但是微腹就只有臉消不掉 越來越多 範圍越來越大 然後直到我們回診之後 才發現說 他其實太天女犯 是消不掉的 然後一部過程中 小飛經歷過阿媽的詢問 那就是我媽的那個 是 我媽說 是不是因為我老婆家開房 用了冷劑 所以導致他留意人成這樣 但他這次沒有詢問出來 他其實會有一些怪罪感 對 然後甚至說 像因為我老婆家也開好了的話 過程中他的家人的一些客人 就是一種客人 就會說 是不是因為我老婆去就院 去就院過程中 有蓋印象 所以導致 你這個都可以拿 對 就是說床部蓋印象 蓋在他臉上 所以小朋友才會有排擠 更甚的是說 我們連續飯到賣場 去家樂福的時候 還的東西 甚至有個小朋友問他媽媽說 為什麼 我家小朋友臉上會有排擠 是 結果 他媽媽這樣回答說 那一定是他小朋友 上輩子做得太多壞事 或者是他媽這個 做什麼壞事 所以老實在這輩子 可以怎麼樣 這時候是一世紀的現在 而且 這發生在我小朋友 在三歲的時候 然後 就連我小 那個我小姨姊兒 就我姊姊的部分 是 也常會問我 負面通密碼 他就說 為什麼這植物 不然貝貝的臉不洗 都洗不乾淨 然後知道 會加丟我會想要做手術 你要不要遇到好 是因為 那時候 小貝跟我說 爸爸為什麼我臉是洗不乾淨 為什麼 現在張家綺 沒有 我不知道該對他說什麼 我只能說 沒關係 爸爸會洗漂亮吧 我幫你把那個 也洗乾淨一點 只是這幫 這不能把我做不到 彩繪呢 這一次 第七次的時候 第六、第七次的時候 然後 當他時候剛好 就剛才講 那表哥會 他臉髒髒的 所以後面剛好 接著他 後續要做手術 然後他覺得他自己也很醜 所以呢 就陪他一起 把臉上做完彩繪 然後跟他一起 塑膠放肩 要請大家一起 但是沒有什麼 一起吃飯 這樣子 陸續過程中 其實很煎熬 我老婆也常常問我說 常常跟我說 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所以才跟小朋友這樣做 我是不是把小朋友服務好 我跟他說 並沒有 這個東西 不是你的錯 也不是小朋友的錯 因為世俗的眼光 最很好 就不變這個樣子 事實上 臉上有帶進錯了嗎 並沒有 藝人瑞莎也特別大言 力挺陪伴燒傷岩順額 他直言這些孩子 和國獸一樣 擁有無比堅強的心 期盼能拋磚引玉 鼓勵大眾 一起來關注燒傷岩順額 今天有一點點緊張 因為希望能夠找多多關注 給需要的小朋友們 是 剛剛聽到爸爸媽媽的故事 覺得很心疼 然後我們真的很堅強 當然是每個爸爸媽媽 希望自己的孩子 平安健康最重要的 那這個世界上 可能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我們真的堅持了面對 然後堅強 我那時候其實 心裡很想來尖叫 但是我試著 就是不要讓他看到 然後他就很 就是試著很冷靜 然後又就是很正常 沒有讓他看到我其實 心裡很緊張 然後他可能還是有一點點感受到 然後還幫我按摩 然後開始跟我玩 相信就是像 就是像很厲害的很厲害的移動員 像一個國手要登冠軍的時候 就會很堅持很堅強 他九十歲 他才四歲 但是他讓我真的非常感動 我一直覺得 每一個孩子都應該要 健健康康 快快樂 自由自在的長大 但是陽光的孩子沒有這樣的待遇 他在他們成長的過程 可能從很小很小的時候 就要開始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手術治療 那是屬於先天的嚴準的孩子們 另外當然也有後天的孩子 他們因為意外 遭到了不管是燙傷 燒傷 那除了治療 手術也是不斷的要進行 然後還要有很漫長的復健 這些手術跟復健的歷程 連我們大人都受不了 都很難熬 但是我們很難想像 這些孩子是怎麼樣熬過來的 那但是我們從陽光蟲陪伴 一個又一個的陽光小孩 陽光孩子長大 也看得到他們生命中的韌性 那最重要的是 除了我們陽光基金會的專業夥伴 還有整個愛心企業夥伴們 還有社會大眾給他們 不管是在心理上 或者是實質上的捐助經費 來支持陽光的身心裡重建服務 來幫助跟陪伴孩子 能夠順利的度過這個歷程 這些經費跟知識都非常重要 那因著他們的需求 陽光除了提供醫療補助 因為畢竟實在耗費太多的醫療費用 我們必須讓他們跟家長們 能夠比較安心無餘的 能夠度過這些醫療的歷程 那孩子們 我們會有提供兒童遊戲治療 以及這個腹節服務 那對於家長也有期待 能夠盡量的支持他們 能夠無後顧之遊 但是可以想像 我們看到這個孩子都會很揪心了 何況是爸爸媽媽們 一直在身邊陪著 會擔心 然後會想到孩子的下一步 我覺得這一切的狀態 跟一切的需求 都非常的不容易 陽光基金會每年陪伴 近四百個燒傷嚴損兒 家庭走過艱辛復健歷程 從生理復健 心理支持到回歸校園 提供完整身心理重建服務 不僅有愛心企業響應 也邀請大眾來支持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